很多人到夜市都喜歡吃油炸物 但是對貪霜來說 回收油到底該怎麼處理 真的是很麻煩 現在台的市政府就跟業者合作 推出全台首創的智能廢油回收機 這有效嗎 又要怎麼運作 一塊來看 一塊塊香雞排 油鍋裡炸的酥脆 還有QQ地瓜球 也是夜市經典小吃 深歡迎的炸物 是來逛夜市的民眾最夯的選擇 但這些炸物經過油炸烹調 使用過的廢油 要處理很麻煩 現在台南市府跟企業合作 推出全台首創的智能廢油回收機 率先在花園夜市使用 拿出手機點開APP 掃一下QRCODE就能回收廢油 以一公斤三十五元的價格 回饋給攤商 真的很方便又划算 市府也期待這樣的廢油回收機能減少以往廢油任意侵到的狀況 預計未來會推廣到更多地點 落實循環經濟更環保 華視新聞劉環生秋顯熊塞孟俊台南報導 為始 alright 市田